好 我們接著繼續 第一件事跟你說 課本在這裡教海流 所以段考未考 但是我不教了 因為我上學已經教過了 請你自己回去看上學教的東西 我們教了黑草 黑草為什麼叫黑草 從哪裡來 水溫高還叫低 還有一個重點是一個冬天流礦跟 夏天流礦 那就是台灣附近的海流 叫什麼名字 在什麼地方 這就是你要會的事情 請回去自己看上學已經教過的部分 段考在這裡是有考的 我們不教了 那我們說這一個是大氣 有一個是海洋 雖然是感覺是兩個系統 但是呢 它會互相彼此的影響 那又不是會影響 有熱的交換啊 有那個驅動的動作 什麼之類的 這個東西又影響了全球的氣候 那我們就要跟各位講一個特別的狀況 叫做聲音現象 聲音現象 OK 那麼聲音現象 在講之前 其實 你只要記得地理課本上教過的事情 配合你所學過的氣象學知識 你大概就能夠曉得一般年的狀況是如何 然後聲音年就相反 地理有交 秘魯 是到東漢靠太平洋這邊 是什麼地形 沙漠 沙漠是晴朗還是英語 晴朗 那高壓是低壓 高壓 那風要怎麼樣 吹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叫高壓 水吹 所以你看 說一般年 中漢靠太平洋的氣壓高 所以風吹出去 盛行東風 這個風吹出去 就把海水呢 從東邊往西邊吹 當然柯西里會使它北半球向 右偏偏 那我們就這樣不管它 然後呢 表面的海水被吹走了之後 底下海水就會往上流 叫做永生流 這永生流會把底下的營養鹽往上帶 所以就長很多的浮游生物 那就會有很多的小魚 就會有很多的大魚 所以就會有豐富的魚產 豐富的魚產 所以就是永生流 帶來營養鹽產生豐富的魚產 叫做正常年就是這樣子 正常的樣子 所以你看到正常年 東邊這邊是高壓 然後呢 所以西邊什麼東西 就低壓 然後海流呢 基本上就是由東往西邊流 所以它的降雨 基本上哪邊下雨的 西邊 印尼這邊下雨 東邊是晴朗 因為高壓是晴朗的 對不對 大家的晴朗就會上吹過來 就是叫正常年 一般的情況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你看這裡會吹過去 表面海水吹走 底下往上泡 永生流 永生流營養鹽 所以上半部的正常年 就好多的小魚啊 還有海鳥啊 萬物欣欣向榮啊 好這樣子 這叫做正常的狀況 是這樣子的 OK 那可是在每年聖誕節前後 他會發現海溫會異常的升高 海溫升高之後就不一樣了 溫度高氣壓就會下降對不對 所以高壓就變成低壓 所以東風會減弱 甚至變成西風 表面海水沒吹走 就減少永生流 少了永生流 就沒有營養鹽 就沒有服用生物 就沒有小魚 就沒有大魚 所以漁獲就會減少 漁民出海 就沒事做 所以就開始哪裡 捕獲王就好了 捕獲王就好 因為在聖誕節前後 所以就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西班牙文吧 這個有幼年基督的意思 所以中文就把它翻做 叫做聖音現象 我們課本的寫法是說 本來的寫法是說 每一年都會有這樣的聖音現象 但如果它特別嚴重 叫做所謂的聖音年 叫聖音年 那麼現在對聖音年 他們的一個定義 有個方法 那我們就不教 我們就不講 OK 叫做聖音現象 那麼兩到七年 這個東西呢 會影響特別大 作用特別久 那就稱為所謂的聖音年 就稱為所謂的聖音年 OK 好 那聖音年會怎麼樣 剛剛就講過了 就顛倒過來就好了嘛 原來東邊是高壓 現在變成什麼 低壓 然後本來呢 要是吹的東風 東風會減弱 然後呢 本來是東邊很晴朗 西邊在下雨對不對 現在雨帶就會怎麼樣 往東邊移動 往東邊移動 所以東風會 看來這裡東風會減弱 然後呢 然後呢 溫度會變化 然後降雨氣會往東移 然後整個水質的分配什麼之類 都會有大的改變跟影響 所以你看 這叫做正常 正常 正常 這個有一點點紅 是沒有太紅 這一點就很紅很紅 然後什麼樣子 海溫很高 很高 海溫高 所以氣壓會 減弱 所以高壓會變成低壓 好 就是很紅紅的 海溫升高 所以呢 現在呢 本來 東邊應該是 高壓現在變成什麼 低壓 它變成 西邊變成所謂的 高壓 然後雨帶就往東邊移動 下雨位置就往東邊移動 雨帶就東移 雨帶就東移 OK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營養鹽 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 就會變成 沒有 正常年就不一樣 正常年的生意年 雨帶東移 OK 好 這就是我們的狀況 然後這有一個 聲音像的影片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所謂的聲音現象 是一種 因為太平洋海 流暢與大氣間的循環異常 所產生的 短期氣候變化 正常狀況是這樣 西太平洋 赤道附近 海水表面溫度高 為低壓帶 及上升氣流區 而東太平洋 赤道附近 海水表面溫度低 是高壓帶 及下降氣流區 沿著赤道 B層的氣流 由東往西移動 而高層的氣流 由西往東移動 形成一個 所謂的 沃克環流 同時 在海底 沿有六滴的循環 東太平洋 合併外海 表面的海水 受到適當地層 東風吹噪 像西太平洋 緩緩地動 較底層 低了海水 則永生補充 整個海水 最後遇到陸地下沉 這樣的循環 為澳洲和印尼 東南亞地帶來 豐沛的降落 而在靠近 滅入的東太平洋 因為表層海水 長年維持在低溫的水 導致滅入沿海 缺乏水氣 成為乾炭的沙漠 科學家發現 每隔幾年 滅入沿海海水 溫度會上升 整個循環 產生變化 此時 勃克環聯 會解困 甚至反向 這就是所謂的 聖陰現象 當聖陰發生的時候 赤道的東風變弱 吹送海水的力量減弱 溫冷的海水 往東邊蔓延 讓印尼和澳洲一帶的 雨量下降 造成該派 同時 因為吹送減弱的關係 從海底永生的冰冷 海水也會減少 讓一如一帶的 海水溫度上升 雨量提高 造成浮水 也會造成 漁火量的減少 這個現象 因為最早 由命母的漁民 在耶穌誕辰前 信徒發生 引起的 就成為聖陰現象 好 這又是介紹聖陰現象 這裡的考試 你們要考什麼 正常年或聖陰年 氣壓哪邊高哪邊低 哪邊有雨哪邊 美雨 海溫誰比較高 誰比較低 就考這些東西 那講過了 你只要記得正常年 祕符那邊叫做沙漠 然後配合你所學過的七道年次 你就知道他應該是高壓還是低壓 清朗還是英語 然後結果這一年就知道他怎樣 相反你就會知道 所以要知道也蠻簡單的 OK